《零幻首期之,不勝無貴》 對於一個游泳運動員來說,速度是成就的指標,也是身份的象徵。 速度相等於距離隨意時間。 而這兩個對手之間,相識越長,距離就越遠。 速度在兩人友情之間,形成了一條紅球。 阿傑是一個中七的學生,也是學校游泳代表的成員。 他每次代表學校出賽,都獲獎無數。 有學界飛魚之稱,他的詠術出色,心得教練的縱容。 不過,他並沒有因此而驕傲。 反而落於幫助其他較信息的榮首。 對人的態度,又親切。 所以,他的人緣相當好。 不論泳泉外外,都有很多朋友。 阿仁是另一位游泳的選手。 不過他的成就和地位,和阿傑就有天冤之別。 他一方面是阿傑的朋友,但另一方面又視他為假相敵。 可惜,天之所限。 無論他如何努力,如何斷練自己,始終都是忌信一籌。 超越不到阿傑,在任何一場賽事裡, 所有人永遠只會關心,阿傑有沒有參加比賽。 沒有人會理會他的存在。 曾經有一次,某位女同學知道阿傑柳親關節,而無法比賽。 還竟然傷心到哭出來。 一點一滴的怨氣,逐漸累積在他的心裏。 每次看著他站在頒獎台上的阿傑, 他心裏都會想著一句說話。 總有一天,我每天都快過你。 我才是真正的飛魚。 有一天的傍晚,阿傑遇上到泳池練水。 突然,他發覺,本來只有他一個人在泳池裡, 多了一個人。 那個人,在遠處的泳池中, 整個人浸了下水, 只有頭霧出水面。 雖然他戴上泳帽和泳鏡, 但是阿傑一眼就認得出是阿傑。 他向阿傑打招呼, 又向他揮手。 於是,阿傑就向他游過去。 阿傑用很認真的語氣, 和阿傑提出挑戰。 不如我們比賽一次, 看看誰來得快一點。 阿傑見他, 那麼突然,那麼認真。 呆了呆, 然後回答他。 他們比賽一百米自由式。 比賽一開始, 阿傑拼盡全力向前游。 他流得很快,很快。 果然是名不虛傳的飛魚。 但是沒多久, 他透過泳鏡, 見到阿傑, 竟然以驚人的速度, 超越自己。 他很快已經轉堂了。 他的速度, 簡直比世界紀錄還要快。 令阿傑, 整個人呆了看著他, 不懂再向前游。 他脫了泳鏡, 看清楚。 說是遲, 那是快。 阿傑眨眼已經游到泳池的另一邊, 完成比賽。 他轉著臉, 很自豪地看著阿傑笑。 口裡還吐出一點水。 阿傑嚇了一跳。 因為他發覺, 阿傑吐出竟然是一些血水。 而且, 他身後面的池水, 都變成一片血紅色。 更加恐怖的是, 他發現阿傑整個臉都變得血肉模糊。 水面還好像有些玉碎在飄浮。 當阿傑從泳池上水的時候, 阿傑完全被眼前的一切嚇呆了。 因為他看到阿人身上, 的皮肉一片一片地掉下來, 血水還不斷由傷口流出。 而且, 他的右腳齊膝切斷, 單著左腳地站在前面。 他回頭看著阿傑, 慢慢脫下他的面上榮鏡和榮帽。 露出一個崩了左邊的頭, 和沒有了一隻眼珠的油眼。 阿人陰沉地笑著和阿傑說, 我終於游得快過你了。 哈哈哈哈。 說的時候, 完整的左眼仍然不斷地閃爍著無名的渡火。 原來幾分鐘前, 阿人一個人在沒有救生員的海灘游泳, 被兩條沙魚襲擊, 全身不肯地被咬到支離破水, 慘死。 。 靈幻守其枝, 他回頭。 每個母親都希望可以永遠守護自己的子女。 但他們往往會先走一步離開人世, 而無法完成這個心願。 不過, 他們可能會以另一種方式去延續他們的愛。 圍於蒲江村道庫山殯儀館前面的一條長命車, 是一個出名的小巴交通議案的黑點。 傳聞, 幾年前, 有一個小女兒在庫山殯儀館為她媽媽搜完東西, 患過馬路的時候, 被一輛小巴撞傷。 結果, 她雙腳截斷, 以後, 都要在輪椅上過日子。 自此之後, 這條馬路, 好像被人落了嘴咒一樣, 不斷發生小巴意外。 很多小巴司機, 都說曾經目睹一個, 穿著白衣的女人, 在馬路上突然出現。 表情充滿緣分。 她還會瀑在擋風玻璃上面, 看著她們笑, 令她們失控撞車。 傳聞這個靈體, 就是那個女孩子過生的媽媽。 她為了幫女兒報仇, 一段地騷擾那些小巴司機, 一直都不肯罷休。 這條小巴司機, 都人心惶惶, 怕自己終有一天會發生意外。 所以她們, 經常都焚燒, 香足勉強。 但求透過, 大隻得到安心。 直至有一天, 當年撞傷女童的小巴司機, 阿熊, 又再握這條磚線。 她當然, 都很怕自己會遇到這個靈體。 但為了生計, 她唯有硬著頭皮。 每晚, 如常地握著小巴, 在路上折客。 好奇怪, 自從阿熊回來之後, 你的靈體, 竟然很久都沒有出現過。 小巴意外, 也很少再發生。 這條長命車, 變得很平靜。 一架, 又一架的小巴, 日夜不停地行駛, 為乘客而服務。 阿熊, 也很放心地開工。 她每次, 塞滿客, 就會在總站開出。 亂途, 經常都會不斷有人揮手, 想截她的車。 但阿熊不以為意。 直到有一次, 當車去到總站的時候, 司機後座, 有一個女人, 竟然沒有下車。 於是, 阿熊就跟她說, 不好意思, 到總站了。 怎料那個女人, 竟然回答她, 我不想下車。 說的時候幾乎是沒有語氣。 她說完之後, 那小巴就不守護車向前衝。 阿熊想殺車, 大家仍然沒有停下來, 一直向山衝過去。 結果, 阿熊雙腳被壓得爛了。 她在極度痛楚之中, 我回頭看著那個女人。 看到不見到那個女人, 露出一個很滿足的笑容。 然後, 慢慢地, 從窗口飄走。 阿靈三子弟拿著自己的物品, 來開住了三年多的家。 當走到出門口的時候, 大家在心裏面, 都不若而同地回想起, 這段驚心動魄的日子。 阿靈最害怕是見鬼。 但是偏偏, 第一個在這間屋見鬼的就是她。 她搬進來的第一晚, 她已經發覺, 走廊的天花燈是不停地斬。 接著, 她走進廚房, 竟然看到砧板上有一個男人頭。 血, 不停地流流。 還隱約看到, 被刀斬開的地方是血肉模糊。 而那個男人頭, 就用一對很哀怨的眼神地看著阿靈。 阿靈大叫了一聲, 家裡的人馬上出來了。 但是什麼事都看不到, 只有阿靈一個, 嚇到臉色很順霸。 第二天, 阿靈又遇到怪事。 她看看電視, 看到自己的弟弟走出廳, 她就用慣常的語氣地襲避她, 罵她做什麼這麼晚都不去睡。 就讓她彈起來, 想上前抓她的房間那一剎那。 她才發現, 那廳根本就是沒有人。 而走廊的電燈, 這個時候, 又開始不停地斬。 最初阿靈跟家人說, 家人都不相信, 覺得阿靈可能是幻想力太豐富。 直到有一晚, 他們全家都看到那個女人為之。 今晚他們全家人在廳裡看的VCD, 突然之間, 一把女人的笑聲在走廊裡傳出來。 他們初頭還以為是電影的音樂效果。 但是聽清楚, 大家才開始離眼望望眼。 到最後, 大家回頭往往走廊。 他們一起目擊到一個穿著紅衣的女人。 由走廊穿過牆壁, 飄了進去雜物房裡。 而當阿靈的爸爸出入雜物房的時候, 裡面竟然是一個人都沒有。 兩年之後, 阿靈終於可以搬離開這間屋裡。 但在臨走前的一晚, 走廊的燈又不停在那裡斬。 今次, 他看到這兩個靈體一起出現。 起初阿靈見到他們, 好像在客廳裡發生爭執。 但他就一句都聽不明白。 突然之間, 兩個人就糾纏起來, 一直都沒有停過。 當那些血, 染滿了客廳, 一切的環境, 就慢慢消失。 搬離這間館屋之後, 一切都恢復正常。 但是, 試了一次阿靈途徑這間館屋的時候, 他抬頭一望, 竟然看到這個穿紅衣的女人 在窗邊出現。 還向阿靈微笑敢揮手。 阿靈當時就用盡了所有的氣力, 這樣跑。 以後, 他就再沒膽, 再踏足這條街一步。 下山。 一切都會破壞。 下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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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